歡迎收看有熊老師佩穎教數學 那這一集是我們這個幾何作圖的這一章的最後一集 下一集開始應該會介紹三角形 其實還是幾何問題啦 只是就是說在這一章節是教一些幾何的基礎知識和尺規作圖 下一張開始就會集中的去介紹三角形平行 然後這個相似型 就是主題性比較明確 那來看看這個問題 我們上一次的作業說 這裡有一個角ABC裡面有一點P R是它的軸對稱的點 Q也是它軸對稱的點 那這個問題其實是 我講明記錯的話是基側體 那我就要說就是說 我們在教的過程中 我刻意的去分享這個說法 就是說軸對稱的點 它其實這條軸會是這兩個連起來的中垂線 對不對 那很多學生看到這樣的問題不知道從何解起 其實你要先掌握到這一點 這是中垂線 這是中垂線 所以其實如果你把BP連起來的話 那今天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 這個等壓深角形的 它的這個角是被平分的 就是我們剛剛這個 上一集 上上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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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到這個角平分線 那這個角其實是被平分的 那這個角其實是被平分的 可以嗎 這樣子 然後 右邊這兩個的角也是一樣 因為這邊是中垂線 所以這兩個角也是被平分的 OK 就你可以想 或者 或者你可以想像說它折過去會一樣 所以這兩個角一樣 這兩個角一樣 那今天我有兩個記號 一個是這個橘色的點 一個是綠色的三角形 小三角形 那 題目說角ABC70 也就是一個橘點和一個小三角形 合起來是70 角ABC等於橘點加小三角形是70 那這個他問的角QBR呢 它其實是兩個橘點 它其實是兩個橘點再加上兩個小三角形 所以是兩個 顏色太多 兩個橘點加小三角形 所以它其實是140度啦 可以嗎 那後面這一題的推論其實是類似的 就是 我有一個五邊形 裡面有一點P 那麼一樣 做對稱點 對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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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出來的這五個尖角會是幾度呢 我把這個問題畫大一點 有一點P 那 於是做對稱點 做對稱點 做對稱點 對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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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在外面有五個對稱點 然後分別跟原本的頂點連起來 他問你這五個尖的點 合起來會是幾度 那這個問題呢 其實跟剛才一樣 我們要去做 把原本的頂點 做輔助線 就是這樣做過來 多點到P P 那之外呢 再把P跟這五個對稱點也連起來 OK嗎 這樣有一點花不溜丟 所以我們 只看 我們把其他部分 省略掉 只看上面這裡 如果這個叫做A A 這個叫做B 這個叫W 我們把這個部分切出來看的話 這個 A W B P P在這裡 這樣嗎 那因為它是對稱點 因為它是對稱點 所以這裡是中垂線 這一條 這一條是這一條的中垂線 那所以說呢 這個A AW 會等於AP 因為AB是PW的中垂線 所以AW等於AP 所以這裡其實是等於要三角形 那麼這個角就會等於這個角 對不對 好 那同樣的道理 這邊也會是等長的 所以這個角也會等於這個角 那所以其實你就會發現什麼呢 這個角P呢 其實就會等於這個角Q 那我們再回來圖形上來看的時候呢 也就是說 現在這個W 不是Q W 現在這個W呢 其實會等於這個 就是ABP嘛 W會等於這個 就兩條綠線夾起來 同樣的呢 其實這一個 這個是X 這個角X呢 它其實會等於 它對過來裡面的這一個 那 依此類推 如果我把它的線簡化掉 就是頂點連到P的部分的話 如果把它的線簡化掉 我只留下 就是頂點連到P的部分的話 那就我剛剛說 W的這個角其實會等於這個 然後X的這個角呢 其實也會等於它裡面的這個 Y也會等於裡面的這個 Z也會等於裡面的這個 V也會等於裡面的這個 這個 於是呢 這個 V加W加X加Y加Z呢 其實合起來是360度 可以嗎 那這個問題我記得沒錯也是基測題 所以你看它其實就是考軸對稱 軸對稱是什麼 是中垂線 所以中垂線做起來會有這個等角 或者你可以想像它是折進來的 你用折的概念也是可以啦 但是就是你要知道說它是折進來的 要懂得先去做這個 來 下面這個問題 已經知道AB長度是1的話 用尺規做圖做出根號5 那這要怎麼做呢 在這裡教大家 首先畫一條L 有一點點超出範圍啦 不過看看並不是不能理解 有一個在這裡L上取一點A嘛 取X好了 然後呢以X 我們應該直接講 在L上做 XY等於2 或是XY等於AB 就是你拿原規量一下 畫一下 畫一下 這一點是Y 可以嗎 接著呢 在過X做L的垂線M 一次畫 畫一個弧 畫一個弧打一個X 畫一個 把這個垂線M做出來之後呢 在M上 再做XZ 我換個 XY 在M上再做XZ是AB 所以一樣再量一下 再拿一下 這樣XZ就是AB 這樣連接 ZY ZY線段長期為所求 那我其實在做什麼呢 我在做直角三角形 我做一個直角三角形 一邊是1 一邊邊長是1 一邊邊長是2 1平方加2平方開根號 這個就根號 好嗎 所以我想要取得根號的話 可以用直角三角形來做 在這裡說明一下 那我們這一集主要是要介紹 我們前面介紹過兩個姿勢 一個是這個中垂線 一個是假平分線 這兩個姿勢呢 我們在交的時候都有提到 各有提到一個關鍵 那來看它的應用的情形 我現在有一條5號直線公路 這一條直線公路的附近有甲乙這兩個小鎮 那我今天要在這個公路上面 就是有公車經過 我要設一個公車站 那甲乙這兩個小鎮呢 因為彼此不合 所以就會要求說 我不管至少怎麼樣 我到公車站的距離 不能夠比乙短 甲鎮的鎮長 就是說 不能夠比乙長 甲鎮的鎮長 就是說不管 那個公車站到我們這個村莊的距離 不能夠比 到以那個村莊的距離還要長 那乙也會這麼說 換句話說呢 你要在公路上面 找到一點公車站P 這個P呢 到甲跟乙這兩個小鎮的點上要等距離 那請問我這個P要設在直線的哪裡 那我剛剛有講到 就是我們在前面教學的時候 有提到這個重點 就是 中垂線上任一點 到線段兩端點等距離 請把這句話 這個題目非常重要 把它插平點上 然後在底下寫 中垂線上任一點 到線段兩端點等距離 然後在底下再寫一個箭頭 中垂線上任一點 到線段兩端點等距離 底下一個箭頭寫 到兩點等距離 中垂線 中垂線 我今天希望P點到甲跟乙等距離 那所有會到甲跟乙等距離的點 都在他們的中垂線上 所以其實我要做的是 P點會在中垂線上 P點會在甲乙線段的中垂線上 又他要在五號公路上 然後我有一條捷運輝線 這個捷運輝線的位置畫歪了 應該要寫在這裡 捷運輝線 捷運輝線 捷運輝線這樣子穿過去 那我要在輝線上面設一個站 可是這附近我只設一個站而已 因為一直停就慢了嘛 站也不能設太多 所以我這裡設一個站 那這個站呢 他要到三號公路和四號公路 我可以有這個 比如說接駁車止通 或者是 做天橋地下道什麼的 那我希望我這上面的那個站的位置 他到三號公路和到四號公路 的距離要一樣 因為我直接 比如說做地下道 我這樣我做兩條地下道公平 就是距離一樣 那就可以直接走到三號公路和四號公路 那這樣子的話 我這個站要設在灰線上的哪裡 想想看 那有關我們這個天文學 來跟大家閒聊最後一件小知識 那 有熊老師自己小 年輕的時候很喜歡天文學的東西 因為我們家剛好有科普書 類似的書 那 那個我高中的時候有問過我們的 畢科的老師 我說如果我要念天文的話 要報天文系嗎 然後我們畢哥老師就說 唸天文的話要報物理系 然後念 在研究所的時候考物理研究所 那 因為我那個時候就覺得說 蛤 物理系喔 感覺有點無聊 那不好意思喔 這個 不應該這麼講 但是就是感覺上是這樣 所以呢 我那個時候就沒有 沒有這麼做啦 那 那 但是呢 我還是對天文蠻有興趣的 所以我很喜歡看這類的東西 很喜歡跟小朋友講這樣子這類的知識 在這裡跟大家介紹一個詞 這個課本會教 就是說光年 光年是距離的單位 它是什麼意思呢 它是光走一年的距離 總而言之非常非常長 比你想像中的長 非常非常非常的長 多很多 那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你就知道了 就是說我們 在上一集介紹到超新星大爆炸 如果今天的夜空 就今天 我們就抬頭看夜空 發現 跑出了一顆超新星了 在夜空中 啪 炸開了一顆超新星 然後這個你看新聞 新聞上面告訴你 這顆超新星呢 這顆很大很亮的新星呢 它距離地球有一千光年那麼遠的話 這什麼意思呢 它既然距離地球一千光年 代表這個距離長到光 要走一年才能走到 也就是說你今天晚上看到它炸開來 對不對 其實它在一千年前 在地球還是唐朝的時候 在中國還是唐朝的時候 它就已經炸開了 只是那個時候我們都不知道 一直到今天 一千年後我們才知道 就像以前沒有手機的年代 大概我國中國小的時候 以前沒有手機的年代 講電話不方便 那你假如遠距離談戀愛 尤其假如說有人住學校宿舍 那也沒有自己的電話 也沒有試話 所以說遠距離談戀愛的人 就要寫信 有的時候即便是坐在家裡附近 因為講家裡的電話會被爸媽抓到 所以還是用寫信 那就會寄這個情書 那寄情書呢 或者說不一定是情書啦 跟朋友約也可以 那你寄信 以前假如說不是現實灌號 以前也沒有黑貓仔即便 以前假如不是現實灌號的話 記憶封信大概要兩天多一點 才會收到 所以假如說今天禮拜三 那我想說禮拜六出去玩好不好 於是我就寫信了 問你禮拜六去玩好嗎 然後 比如說 比如說有熊老師家裡附近有一個這個 南坎西 比如說禮拜六去玩好嗎 約在南坎西旁邊 那你收到信了 你收到信了之後呢 你就覺得說很好 好 約六點 寄回來 我禮拜三的時候寫了信 所以你大概禮拜五收到 你就想約六點 寄回來的時候 我禮拜天 這已經是禮拜天了 我問你禮拜六 禮拜六出去玩好嗎 那所以你看 我問的時候等到你收到都已經是 兩天後了 那你再回信就是又兩天後了 所以這個我在講 超新星它爆炸的時候 因為離我們實在太遠了 所以這個光 即便是光 都需要花一千年的時間 才會傳到地球上 所以我們看到的時候呢 它那已經炸到 屍骨五層 就什麼都沒有了 所以你可能想說我們那個 我們之前不是有說每個恆星周圍都可能有行星嗎 也許爆炸的這顆超行星 它附近也有行星 也許上面還有生物呢 那當我們看到它爆炸的時候 心裡想說啊 那它上面有住這個智慧型生物 比如說外星人怎麼辦 我們要不要去搶救它 已經死一千年了 所以這個就是光年 它是一個距離的單位 那它其實是非常遠的距離 遠到光自己都得走一年的距離 那你們仔細去看 那個有機會看到天文學的書的話 你會看到天上的星座 那些星座呢 比如說像什麼獵戶 獵戶腰帶 獵戶座的腰帶 或者說 我沒有在記星座的造型 但是我記得獵戶座是長這樣子 它就是 然後這裡 然後這樣子之類的 印象中好像是 那比如說像這樣子 獵戶座 看起來它是一個星座對不對 有12345678 八顆星這樣子 但是實際上呢 這顆星可能是離我們一千光年 這顆星離我們一萬二 這顆星離我們三千四之類的 它每顆星是離得超級無敵遠 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些星星被我們稱為一個星座的星星 彼此是一點關係都沒有的 那所以說 以有熊老師的角度來說 我個人就不相信星座這種事情 因為它的根源 其實本身就沒有科學根據 因為星座本身就不是 星座本身就沒有關聯 它只是剛好 為什麼我們會看起來好像它 有一個什麼造型呢 因為他們離我們很遠 那地 當你抬頭看 就好像你今天你找一個窗戶 你抬頭看 你會同時看到你們家附近的一棟大樓 大樓旁邊的那個位置 比如說這裡可能有一棟大樓 那大樓旁邊的位置可能是一座高山 那高山旁邊有一顆太陽 正在下山 那是不是代表說太陽就在山旁邊 山就在大樓旁邊 那大樓距離太陽這麼靠近 不怕被太陽烤焦嗎 那其實你心裡也應該很清楚 這個問題太傻了 為什麼 因為山是在很後面很後面 只是說你這樣看過去剛好它的營 它對過來的位置剛好在大樓旁邊 這叫做借位啊 人家那個偶像劇裡面要演吻戲 沒有要真的吻都用借位的 山其實是在大樓旁邊 它其實很後面 它不是真的在大樓旁邊 它是很後面很後面 只是它的位置剛好對過來是這裡 那太陽就在更後面更後面 太陽根本就不在地球上 它只是位置上對過來是在這裡而已 那所以一樣的道理 星座的這一些恆星呢 其實根本就完全沒關係 只是從地球這裡看過去 他們的位置好像在附近 拍起來好像有一個什麼 其實沒有關聯 那一個沒有關聯的東西 它是如何影響你的人生的 他們自己本身都沒有關聯的時候 那當然我們並不是說 星座一定都不可信啊 因為它涉及到統計學 如果說星座本身有可信度 它大概可能是跟你出生的 月份和日份有關 這樣寫反而統計 它大概是跟你出生的月份或日份有關 而不是真的跟這一顆星有關 懂嗎 不是跟這幾顆星有關 因為這幾顆星星本身就沒有關係 那這個是順帶一提 那不過我還是認為星座不可信 來 回來看剛剛的問題 我今天要在捷運灰線上面蓋這個捷運站 我要坐這個地下道到3號公路和4號公路要最近的距離 要一樣長喔 不最近喔 要一樣長 那這個 這個捷運站要蓋哪裡 那要注意這一點喔 你的做法不應該是把這兩點 這個線段做中垂線 然後說是這一點 這是不對的喔 因為中垂線上的這個點沒有錯 它到這裡到這裡是等距離 可是呢 我們說我們要挖地下道嗎 我們不是要沿著鐵軌走啊 那這個點到直線的距離 其實呢 點到直線的距離會抓的不是這兩條 因為這兩條反而遠 點到直線的距離的最近距離是牽直的 所以我們要找的點呢 它其實是 在這裡 如果在這裡的話 那這個點其實是 到這裡和到這裡要等距離 那這個要怎麼做呢 這個就是我講的 腳平分線上陣一點到兩夾邊等距離 這個我們之前已經說明過了 所以你以後看到我有兩個點 然後題目希望你找到的另外一個點 比如說在這條線上找一個點 到這兩個點等距離的話 做中垂線 腳的這個點 那這個點會到兩點等距離 可是如果今天你是有兩條線 像這樣子 你有兩條線 有另外一條線 在這條線上找一個點 到這兩條線等距離的話呢 到兩線等距離的話呢 做他們兩個夾腳的平分線 所以你其實你要做的是 你要先把他們這裡的腳夾出來 可以嗎 然後做腳P的腳平分線 交捷運輝線於K點 那這個就是K站的位置 可以嗎 那就是這個問題 今天交的這兩個 這兩個姿勢非常的重要 那個大考非常的愛考 為什麼呢 因為很久 從很久以前開始 大考就不考 大家死背那一些做圖過程 所以你看即便是我也沒有要 你們一定要寫做圖過程 但是呢 不讓你背做圖過程 不代表你都不用會這個姿勢 不代表你聽過就算了 忘了無所謂 我要怎麼知道 你有沒有了解這些道理 就是我要找現實問題跟你問 或者是我要找做圖問題 問你用哪些步驟做才是正確的 用哪些步驟做才可以做出我要的那個圖形 那裡面就會考到這種做圖的基礎知識 包括中垂線上認一點到線段兩端等距離 包括腳疲分線上認一點到腳兩夾邊等距離 和我們後面學到圓會再講一點就是 圓周上的任何一點到這個直徑的兩端點夾直角 那這個都是非常常見的做圖的基礎 那我們今天的課上到這裡 我們先上課 maturity 這個要問哈哈哈 已經 ид對了